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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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谓的大神迹不是神行神迹 这是就是说天上有一些怪异的现象 那么像这一类的凡是反常的 都是属于怪异的现象 今天我们都知道那一个气候的反常 世界各地都一样 要么就是干旱到我们说地都烈了 要么一下子这个雨就怎么样 泛滥成灾 我们说这个可以一天之间就变了 这也应当说那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 这些都是属于反常的 而这个反常的现象在这个世界上 各地都有 到处都出现 今天我们说 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 第七第八节那一匹灰马 我们一起来念 今天在第四匹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佛物说 以来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灰色马 起来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民主也追着它 用权力赐给他们 可以用道歉 激化 瘟疫 也受杀害地上自身之力的人 我们说第四匹马 可以说那就是加重了灾害的分量 它就包括了 我们说刀尖 也就是红马 对不对啊 饥荒 那就是黑马 然后我们说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今天就是没有 我们说 这一个是着重在 人在这样的灾害之下 当然我相信 当时教会也要经历 教会这里面 也一定是遭受到这些事情 也有被杀 那么这四匹马 弟兄姊妹 我们说 胜了又要胜 他们就是这两千年来 轮番的出现 而且越演越烈 越演越烈 那么到了第五印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里 耶稣讲到的教会 要遭受逼迫 我们看二十四章的第九 第十节 我们一通来念 那时人要把你们现在患难民 也要杀害人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为患民正乎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不 不但是有环境的迫害 也有假弟兄 卖主卖友的行星 所以在这里说 有彼此迫害 许多人彼此泄态 彼此恨不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 我们看那个 启示录第六章 第九到第十一节 启示录第六章 第九到第十一节 我和一通来念 在第五章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 又被做见证 推杀去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身流血的人 调动造几时呢 于是有白胆衣丝给他们的个人 又有话给他们说 还要安心见识 同志以同作 无人和他们的一行 也向他们被杀 埋足了树木 对 教会两千年来 一直受逼迫 甚至于一直到 为主舍命寻道的地步 那么我们说 这一个教会受逼迫的情形 第五印 也就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污 不但我们说环境上有逼迫 教会内部也有卖族卖游 这样的一些情形的出现 那么在这里我只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 今天这个有的人还是这样的理解 那就是说 今天时间还没有到 还要安息片时 等着一同作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 也向他们被杀 满足了树木 这个满足了树木 往往有些人以为 那是我们的神定了一个树木 现在被杀的人还不够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神 爱我们他的儿女 他绝对不愿意我们被杀 今天被杀 那只是魔鬼 今天要祸害我们 而杀害我们 那么今天我们说 这个树木是谁定的呢 其实我们说 在这里满足了树木 我的理解 那就是说 不可超过我们神所限定 今天我们说 在这个恩典时代 要传福音 也不得不让魔鬼 他在地上 违背作歹 祸害信耶稣的人 那么其中难免个别 也有被杀 但是我们的神 对于这个人数 被魔鬼所杀的 有严格的护制 耶稣 今天我们的神 是严格的监视着魔鬼 不可以超出神应许的范围 我们从《约伯记》 我们就知道 当魔鬼要祸害 约伯的身体的时候 神就明确地告诉他 不可杀害他 身体使他害病是可以 但是你不能杀死他 今天我相信 任何一个为主而寻道的人 他的性命在神看来 是十分宝贵的 他绝对不会无故的 没有缘故的 就让这个人被魔鬼杀死 今天我们说 有一定的数字 我们的神控制的是不能超过 而我们不要去理解 好像这个数字还不到 因为这样一理解呢 就是好像我们的神 他有一定数字 一定要被杀 今天这些数字 还不能满足神的要求 今天我们的神 对于这个数字 有严格的控制 这也是我们说 第五印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 第六印 那就是信徒要受到考验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十二到十三节 我们一头来一念 对于父母的事 通过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能看了 唯有人在到底的必然得救 对 好 我们就念到这里 今天我们说 唯有人在到底的必然得救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能看了 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信徒 经受考验 得胜者 有得胜者 也有冷淡退后的失败者 那么我们说 第六印呢 我们说相互印的 那是让我们看见 人心的悖逆 我们看启示录第六章 第十二到十七节 我们一同来念一下 现在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低大震动 日后便飞向默沪 乃月便同向雪 天上的星辰坠落雨 如同五花火树 被大空摇动 摸下温暑的果子一样 天就夺移 好像树垫被卷起来 山顶海岛都被夺移 离开白背 地上的君王 陈仔 将军 父母 壮士 和一些位秘书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血里 像山洞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做好措施 神的领路和高阳的费路 因为他们费路的大 避养避荡 寻避荡下的主 对 又怎么样 我们说这地方呢 我要稍微要解释一下 因为第六印 还是在灾难的指头 并不是大灾难 神的惩罚还没有开始 当时 当时因为地上的这些灾祸越野越烈 以至于很多人都怪神 我们都知道 当印尼的海销 美国的那一个世贸大陆的坍塌 我们说 中国比如说四川的地震 日本的这一次大地震 每一次这些事情的发生 都有人会责问神 就是说 今天神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发生 为什么要让这些无故的人死掉 当然我们说 也有些好心的人 也在为神辩解 哎呀那是因为人有罪 今天我们的神刑罚人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第六指妹我们说 都上了魔鬼的道 今天第六指妹 我们只要想一下 就是到大灾难的时候 很多的灾祸还是从魔鬼来的 不一定都是从神来的 我记得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 特别有跟大家有提到 不但有神愤怒的酒 还有饮腹的什么 邪饮的酒 今天第六指妹 我们说 魔鬼无处不在 兴风作浪 他做垂死的挣扎 也是在地上祸害人 今天第六指妹 我们说在灾难的起头 神的愤怒还没开始 所以不应当把这些 看作是神了 这些人物以为是神了 就好像现在一样 任何一个大的灾难 灾害出现 人都在埋怨神 亵渎神 责备神 今天第六指妹 我们说这种情形 会越演越烈 就是第六印的情形 世界上的人 当灾害越演越烈的时候 人心怎么样 越反悔逆 而教会里面呢 当地上的灾祸 越来越厉害的时候 也是一方面 锻炼了得胜者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见 也是考验了 表现出哪一些 会有冷淡退后的失败者 这是一个分辨的时候 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 在启示录里面 在讲到大灾难的这些事情 要讲到第二第三章 有七个教会 我们说这好像是没有关联吗 有关联的 神就是从全教会里面 不同的教会里面 选拔得胜者 灾难的起头 是给得胜者的考验 表现出他确实是得胜者 大灾难开始 得胜者就能够免去 这就是我们的神 来呼召得胜者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从启示录 应当看到的一般的内容 在前面一开始 主再来一个什么预兆 这些预兆就是灾难的起头 关系到教会 赶快预备 在这样的一个灾难的起头里面 持守自己的信仰 你守住你所有的 那你就是一个得胜者 基本上 启示录第二第三章 都是这么在告诉我们 然后我想我们因为 这个主再来时 得胜的信徒将要背提 我们说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的人能够背提 那么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 也多少有一点告诉我们 我们念一下二十四章的三十六到四十一节 虽然比较多一点内容 因为这关系到背提的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等下的日子 那时尘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假许 直到挪亚进方做的大日 不知就觉得洪水来了 把他们旋渡充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两个人在前里 娶须一个天下一个 两个女人听过 娶须一个天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请请 因为不知道 你们的主事哪一天来到 好 我们就念到这里 今天我们说 主再来的时候 得胜的信徒将要背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有讲到 娶须一个天下一个 那就表明不是所有的信徒 都能够被提 有撇下了 当然我希望我们都不是 被撇下的人 然后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 也有讲到 有这个首先被提的那个男孩 也有富人其余的儿女 富人的儿女 有的是首先向男孩被提的 有的我们说 那是其余的儿女 不是能够被提的 我们一起来看 十二章第五节 我们来念 我们再来念一下第十七节 龙上向妇人发怒 去拿其余的儿女正在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的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对 我们说第五节就讲到 这一个男孩是首先被提的 然后我们说 富人还有其余的儿女 这些儿女 那是守神诫命 这个诫命也就是命令 不一定是只十条诫命的诫命 因为在原文都同一个字 为耶稣做见证 那么这些其余的儿女 那就是在前三年半 他们赶快地悔改 为主做见证 还有被提的机会 那么这个我在启示录讲解的时候 我有给弟兄姊妹讲到 关于这个富人和他其余儿女的 这些事情 那么我们在这里 就不能详细地查考 那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 得胜信徒将要被提 怎么样的是得胜呢 我想我们看第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第十一节 我们说这个在我们已经有念过 我们就不重复地念 并且要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人 我们说在这个假先知迷惑人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持守纯正的信仰 不受异端邪说的迷惑 我觉得那就是应该有被提的机会 两个人要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哪样的人是给撇下的 是受迷惑的还是不受迷惑的 所以我想很清楚 一定是不受迷惑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种多样 各种各样的错误的道理 也是一样提醒我们 我们一定要能够分辨 什么是真道 什么是错误的道理 我们要持守纯正的信仰 我们要识破那些异端邪说的错误 今天就怎么办 我们说异端邪说的错误 也是越来越高比 今天你如果对圣经 不是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很多异端邪说不那么容易给识破 今天我们知道异端邪说 一定它最大的攻击目标 一定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凡是否定耶稣是什么的 凡是把我们的主耶稣 他的作用给降低 给靠边的 我们说这些都是 这一个时代的异端的特质 今天即使我们 我们不把它叫做异端 我们说像这一类错误的道理 变低耶稣 否定耶稣的作用 和救恩的功能呢 我们总说这些都 你如果跟了去了 肯定你没有被提的希望 今天我们要被提 我们必须要持守纯正的信仰 第二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当时不发的事 振多许多人的爱心 渐渐冷淡 今天我们看见也就是这样 整个的社会 那就是自我中心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后现代主义 什么叫后现代主义 就是极端的自我中心 我觉得对就对了 我觉得好就好了 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这是我的自由 这是民主 今天就这么 我们都知道 真正的民主 绝对不是无法无天 真正的自由 绝对不是任意而行 今天自由民主 那都是在尊重别人的前提下 今天就这么 我们的自由民主 都是在信神的全能之下 当人人都在专顾自己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有爱神爱人之心 我们不受这些时代潮流的影响 就这么 这就是我们能够被提的一句 当然我们说 这不是我们在一件事上 我们应当在各样的事上 都能够在别人 现在越来越自私的情形下 我们是随着潮流而去 还是我们保持我们 有爱神爱人的心 第三 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这一节我们一头来念一下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默契再来到 也就是今天我们说 当耶稣再来之前 福音要传遍天下 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的事工上 我们是关心 还是魔不关心 我们是投入 还是我们没有参与 这事也是我想今天我们能不能将来有被提的机会的一个重要的分辨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那就是在二十四章的后面 四十二到四十三 四十四节 四十二到四十四节 我们一头来念 所以你们要追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持哪一天来到 家属都知道几冬天有贼来 就必先醒 不容人花不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想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对 今天就是我们说 常常惊醒 那是一个重要的 能够被提的预期 因为在路加福音也有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三十六节 我们一头来念 你们要时时进行 常常祈求 是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可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对 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我们知道那是指着大灾难 灾难的起头教会无法逃避 因为这两千年来 这一些灾难不断的 是魔鬼用来祸害人 他特别就是要祸害教会 第五印那就是看到 特别祸害教会 今天我们说 今天在这里告诉我们 常常惊醒 做好预备迎见主再来的准备 那么下面其实我们没有讲下去 但是我们在讲比喻的时候 这一段的下面 马上就讲到 忠心仆人的惊醒预备 这一个忠心仆人 他的预备是什么 不是说老是在门口看 哦 主人来了赶快开门 主人不要你老是在门口看 主人要你的是什么 按时分量 什么叫惊醒 不是今天你在家里面睡觉 等耶稣来了赶快去开门 听见打门声音了赶快起床 今天我们的惊醒 那就是随时等主人来 在主人来之前 该做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按时分量 才是忠心仆人的惊醒 那么这也是我们说 一个惊醒的人就能够有被提的可能 那么这里呢 我根据这一个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讲的让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要被提 很多弟兄姊妹最关心的就是被提 那么我们说你要被提吗 那么你这些你准备好 其实弟兄姊妹我总是相信 耶稣对被提的要求 不会过高 因为如果被提的人很少 不可能满足主的心 但是我们说也不可能说 大家都被提 有些人根本无心 被提了他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连我都可以被提 弟兄姊妹至少你要有一个追求的心 对不对啊 你要有一个要的心 就是说耶稣要叫你 精醒精醒精醒 你真有精醒 一个从来不精醒的人 到了时候耶稣也让他被提了 那到了时候 那大家心里面只是觉得 耶稣讲的话都是白说的 今天我们说耶稣讲的话是算数的 那这个是给大家自己做一个对照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 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 那就是关于我们主耶稣再来 那么这个预兆我想 那就是从二十四章的十五节开始 一直到三十一节 那都是讲到这一个末了 也就是最后一期 世界最后的一期大灾难结束的时候 这一个时候有些什么预兆 所以我们说这是指末期的结束 祖从空中降临人间 结束受的敌神行为 和以色列明直接有关 当时教会已经被提 所以这是跟以色列明直接有关 比耶稣降临要迟七年 门徒不知道 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 他们以为是一回事 实际上有七年的差别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 有这个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那是我们说在二十四章的第十五到二十二节 也就是我们说 当当时那个兽来攻打耶路撒冷 这里面的这些情形 要毁约迫害以色列明 那么我想我们但以理书已经念了 这个兽的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些情形 我想我们就也不要去念 因为我们说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念了 我们念下启示录第十六章 十四到十六节 马太福音的这些内容 就指明你们自己回去 你们可以去念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这些事情跟以色列人有关 所以在那里特别还提到 不要遇见安息日 什么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来念一下 启示录十六章 十四到十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 我还凡事不给托特的礼物实行其事 出去到普天上中皇那里 叫他们再生全能者的大力具体征战 他俩过来像贼一样 把心情看守依附 免得适时而行 叫人见他修饰的有福了 那三个鬼魔 便叫中皇具体的艺术 我们说在最后的三年半 那一个兽 毁约不再是尊重任何宗教 他就是指定 他自己造了那个像 不败那个像的要杀 你不接受他的印记的 不能做生意 你不能活下去 我们说这些事情 今天我们在这一个数码的时代 我们越来越明白 今天很多事情 只要小小的一个晶片 每一个人带着自己的身份证 身份证上有你的晶片 就告诉一切的内容 今天你没有这个晶片 它可以让你无法做生意 这就是就包括了 这个晶片今后 也就是包括了付钱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说 今后兽在后三年半的时候 要毁约 迫害以色列民 在那时候就要准备 那一个哈米捷都敦的战争 那我们说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这一段 十五到二十二节 弟兄姐妹 你自己去看 你就会明白 在这个时候受怎么样 来迫害选民的那一些情形